现在咱们农村人呢 很多人都买小车了 然后也难免会上高速 现在国家又开始推广这种EDC 以前是看到很多人用过 然后自己也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在周宝升起了一个 我们今天试来装一下 我这个只能装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寄过来我还没打开看呢 这一坨应该是EDC吧 这还有一张卡 这张卡不知道要不要充值 这个就安装说明 咱们Google来吧 扫码安装 扫一扫 把这个膜撕掉 这张膜 这个撕掉吧 这个背胶 这个背胶 背胶撕掉 这样子 放在 按在上面 下一步 固定好 确认也贴好 现在将EDC插入 这边是往外面 就是往车的外面 这样翻进去 请检测手机蓝牙是否开启 它明前没检测到我的蓝牙 再来一次 不知道我是我的手机的问题 还是我那个周宝应用的问题 检测不到我的手机蓝牙 我再换一部手机试一下 这应该是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可能是 也不知道是我这个手机的原因是什么 我这是小米的 这是华为的 也有可能是我应用的问题 它检测不到我的蓝牙 如果大家也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换一部手机 再登录自己的周宝账号 现在是机会成功了 我们就走那个ETC通道 以前只看那个ETC通道 从来都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ETC 看到底有多方便 应该不用开那个 到达生费站 注意减速 应该不用开那 咦 有没有显示那个小屏幕 就想了一下 滴滴 就车里面这个ETC想了一下 那咋就自己开了 想方300米靠走行驶 我觉得这个ETC还是很方便的 可以大大的节省我们上高速的时间 然后不像以前啊 以前拿卡的话 像一些女司机停的比较远 还要弄一个去网上买一个夹子来取卡 比较麻烦 现在就不用了 非常方便 有时候我们过那个收费站了 如果人多的话 我们要排队 特别的麻烦 要等很久 现在有ETC的话 一下就过了 特别方便 我觉得国家现在出了这个政策 比较好 真的特别好 而且现在这段时间 我们办这个ETC 都全部是免费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为国家点赞 非常赞 现在我们要下高速了 看一下它是不是 到达收费站 有没有什么提示 再去想一下 这个还是很便捷 非常快捷 很方便